2 第二回合 乾杯 這是什麼? 很飽,讓我看見 這個還好吃的 喜歡喝酒,喜歡吃雞的 都一定要來吃 上車了 他在頭上嗎? 很好天啊 那天早上還以為不好天 更便宜 超美 仙台的物價是很低的 8500日圓 我們剛才已經9秒9 回到酒店 放下所有行李 現在買了一個便當 上車吃 2150日圓的牛舌便當 好香啊 很熱感啊 好吃嗎? 然後還有一碗打菠蘿 嗯 我明白 但是 它是很甜的 你現在脫了衣服 只有一件底衣 但你頭又戴著帽子 像摩尼 像摩尼一樣 現在就在這裡說說 我們待會去位於岩手縣南側的 危備溪 危備溪 雖然全場只有2公里 但是已經擁有岩手之母之稱 最主要是坐去來回90分鐘的遊船 可以看到奇形怪狀的岩石啊 瀑布啊 中雨洞等等 也是日本白景之一 建議在出發之前 就先上他們的官網 看看今天的運行狀態 因為現在是冬天 可能隨時會因為大風雪啊 或者天氣不穩定 而導致不開船 那條link我已經放在info box那裡了 來到這個魏備溪站了 一出到JR其實沒什麼人的 不過幸好他周圍都有一些指示牌 指你去搭船的方向 好安靜啊 搭我們兩個啊 這條街現在 這個地方真的很香 完全是香村來的 這個環境很清幽啊 有些鴨在這裡啊 他在喝水啊 很有趣啊 我們坐過那些船啊 這些就是 佐藤毅艷翁先生的紀念像啊 他已經82歲了 好啊 哦 哦 這個人 什麼 韓國台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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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看 勉強運 勉強是努力啊 耶 OK 你好 你好 好搞笑 他剛才邀請我們拍照 然後我們又捉回去和我們一起拍照 我們去搭船吧 搭船 搭船 要坐船就要在這個販賣所買個票 大人就是1800日圓 這個可以稍後給我們在船上餵鴨 50日圓 好像桂梁啊 他很開心啊 買到這個鴨了 手機 你好 我扔軟一點 這顆 OK了 進去 要脫鞋 然後進了那條鴨皮桌 先進去 我們現在上了一條 包船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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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這個有雪很漂亮 拜拜 hello 你們說什麼? 我不知道 很漂亮啊 很漂亮 No.5 桃花園記 這個很漂亮 船員會做我們的導遊 剛才坐船大概坐了20分鐘來到這個中途站 可以讓我們上路在這裡自由活動20分鐘 好漂亮啊 真的 船員會跟我們一起下船 然後繼續到我們的指南 哦 厲害 是 他說這個是這裡嗎? 哦 這裡有300米 哦 它真的是一個鼻子 它真的是一個鼻子來的 撿開鼻孔 這裡有魏鼻溪癌 100日圓三顆奇緣石 可以選不同的功效 哦 哦 好緊啊 看到了 神經病 要扔那個洞很難 差點 差點嗎? 第二發 哎呀 啊 啊 我們很幸運 我應該找幾個常仔試一下 是 送給你 什麼? 你給我撿的? 我自己做的 吹水吧 我真的自己做的 是呀 撿的怎麼會適合尺寸 啊 好漂亮 是啊 九分戒指來的 沒有鑽石的 我買不起鑽石 同樣 其實我不是你自己做的 當然我自己做的 神經病 你是不是剛才自己在那裡 撿 撿一下東西 我撿到什麼呢 我想問為什麼我撿到這樣的戒指 快點問我 要不願意交給你 那你願不願意交給我 都沒有你不願意 都結了兩天 那你再問一次 那你願不願意交給我 好了 免為其蘭 免為其蘭 當初都是你叫我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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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疼啊 好疼啊 蘭 坐完又算,不過挺值得去 環境很漂亮,旁邊周圍有很多岩石 最值得給分的是船員 除了去程的時候會做我們的響導 回程的時候又唱歌給我們聽 他唱得挺好聽的 南高音來的,這個景點很值得來 我們上船的叔叔是誰? 大人 他真的笑得最大人 他超好人 我們現在已經離開了魏鼻溪 回到仙台之後會去吃一間居酒屋 叫做Sake to Sumiyaki Okake-san 是一間專食燒雞串燒的居酒屋 經過看到那些包好漂亮 超多人排隊戴 我有這個,No.1 選個最大隻的 好餓 蝦幫你這隻包嗎? 好餓 那些氣孔很漂亮 我們來到這裡,現在北仙台鎮走走走走走走 經過這個城市,閃光燈了 十、二、三、三、四 Sac 我上次了 好感動 走那麼久,終於到這裡了 我們可以走到,36分鐘 本日滿席 我最愛有 reminders 進去吧 好帥喔 好帥喔 昨天我們是坐桌子 現在就點了這個我媽家的套餐 1500人一個人 再加上飲品是飲品 一杯酒吧? 是 是 這個環境真是很小 所以沒有預約的話真的一定不會吃到 外面的牌都已經寫著今天是全日文吃的 整間店都是充得著日文 應該是很多人才會認識的 全部都是日本人 一個外國人的聲音都聽不到 乾杯 我喝了這個 好精美 來吧,不要等 它很黏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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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乾杯 二加製梅酒 二加製的鹹 好喝過媽媽做的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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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 它其實真的沒什麼甜 甜的味道是不會嚇唬的 它很甜 是舒服 一個 沒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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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已經表達了 吃 有賺 差不多 6000元 我們現在的食物只有7500元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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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夠了 很喝 為什麼雞這麼好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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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之獅 是 是 死酒鬼 謝謝 謝謝 粉酒 謝謝 謝謝 很香 你喝了 你看你喝了 你喝了 你喝了果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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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很香 你別裝飲 你喝了果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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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香 真的不錯 對 挺好喝的 你喝了果汁嗎? 你喝了果汁嗎? 它有脂汁在上面 嗯 很香 你放了鹽 剛剛好 它很香 它是拿著反手 然後看著這樣 它不是直接放在上面 這樣放 所以它放的粉辣剛剛好 會很鹹 但又會有味 粟米湯 是冬湯 我幫你 嗯 它的炭湯很香 全燒最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要燒出原本的味道 那現在這個有嗎? 你好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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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喝酒和吃雞的 或者喜歡吃串燒的人 都一定要來吃 我吃到不捨得吃了 有點 雞皮其實最重要是吃它的甲塵 雞皮很好吃 除了它的油分也很重 雞皮肉 它的雞肉是燒得很爽口 我的大部分 咖啡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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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到了 OK啊 OK啊 好大顆 好大顆 它真的爆了 是嗎? 沒有味道 它的當作真的像蛋漿一樣 成秋放進口 嗯? 真的沒有味道 你先吃一粒大顆 真的爆到吃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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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形容出它什麼味道 它是蛋黃味的 但是沒有那麼濃的蛋黃味 我們可以 乾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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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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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張是好吃的 它有些雞丸刮在裡面 有時候去的飯是 可以吃 行了 你的醉酒 90% 我喝了 OK啊 OK啊 指標我吃 好飽啊 真的 又喝得滿 又吃得飽 買單真的15000日圓 真的很划算 我媽教學 還要你喝不喝 沒錯 我覺得喝不喝這一點 真的很有誠意 很多都是自家製的 梅酒啊 檸檬梳打 各方面都很完美 基本上是我們去過這麼多次 日本旅行 善食之中 最出色 可以說是 如果下次再來仙台 我都一定會再來安康 一來到仙台 我不想再吃牛舌 大家都知道 蜜狗啊 善治郎啊 唉 吃到吃到害怕 這些 現在真的 我覺得自己現在有 九成 八成 所以 明天再見 早晨 早晨 一聽到工程遠 應該就會想起這個 撞黃狐狸村 要接觸這些 這麼無影中 這麼有趣的狐狸仔 交通方法 其實是 一點也不簡單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要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工程胡理村 其實就是位於白石市郊區 就一定要坐車去到白石站 再轉車 這班次是好疏 每一天基本上只有兩班來回 換言之 如果你是搭聚了那班車 你只可以大概在那裡逗留1個小時 如果你等下一班車才回程 你就要留4個小時那麼久 出了地鐵站之後 就要上這條藍色的天橋過來對面 就會到這個白石尺東口 有個巴士站牌在這裡了 現在我們的巴士到了 現在下了巴士 我想說很瘋 剛剛白石站其實是第二個巴士站 來到的時候 整個巴士已經滿了 剛剛好上了 多貨都沒有 這裡胡理村開9點收4點 費用就是大人1000元一圍 今天真的很多人 剛剛好 周圍已經放了免責聲明 這個胡理村 其實跟一般的動物園不同 那些胡理不是放在籠裡 基本上是像野生 所以你進去 是有可能會被胡理襲擊 其實感覺有點像 你去了香港的馬洞山 這裡的規矩比較多 不可以攜帶一些一抽二抽的袋 背囊都不太建議 剛才我們賣完票之後 幫我們保持我們手上的袋 因為怕那些胡理會以為是食物 就過來攻擊你 就過來攻擊你 很衝啊 它們的毛濕了 剛才下雨了 來到這個胡理村 有幾點是特別要注意的 盡量不要穿一些特別多釣飾 例如衣服有些釣繩 豬包有些掛帶 是會特別容易吸引到胡理 以為是食物 就過來襲擊你 第二樣呢 不要伸手指出去 指它 或者去摸它 它們有可能會覺得 你是否想襲擊它 保護意識強之下 就有可能來反壓你一口 還有盡量不要發出 膠袋的擦掃聲 是會很吸引到它們注意 又是以為你那些是食物 就過來搞你了 真的有很多狐狸 而且有很多品種 它有一個可以讓你摸狐狸的區域 但那邊是不能拍攝的 其餘位置就可以拍照 你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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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它是女生來的 是的 不要用手指伸進去籠裡 這個園區其實有差不多超過100隻狐狸 除了有一般的赤狐之外 還有一些很罕見的銀狐 青狐 白金狐 北極狐 超過5個品種的狐狸 這隻就是北極狐 這隻北極狐 它在夏天的時候會變了黑色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就會變了白色 而且毛會變得蓬鬆一點 除了有狐狸 這裡有兔子區 很傷人 哎呀很搞笑 那些羊背鬍 它咬草真的這樣咬 真的左右這樣 我們真的一個小時左右就看完了 因為裡面其實不太大 除非你要體驗那個 將狐狸抱上身體驗 想餵狐狸 那就不夠時間 但是也很難玩到三四個小時 我相信 我們剛才去完狐狸村 現在回來鮮台站了 說到鮮台美食 就一定是牛舌的了 如果來到鮮台沒有吃牛舌的話 都不敢說自己來了鮮台 這個牛舌街 基本上已經齊集了好幾間 最有名吃牛舌的店 這間餵狗 就我們之前來吃過 所以我們這次就不試 這次就想試試另一間 這間很出名的善治郎 唯獨是只有我們這間善治郎要排隊 幸好排了15分鐘左右就進來 因為它都流得很快 菜單是很簡單的 全部都是一食一樣的牛舌 只不過是有分口切 薄切 多少份 多少g 每個餐都會跟一個牛舌湯 有個飯 還有一個沙律 湯很香 那些京蔥很甜 裡面的牛舌也很大塊 很軟很脆 現在是沒有筋 不會咬不斷 2007那個起碼有點偶斷絲連的感覺 但這個是很清脆的 我覺得我們要選厚切 不可以攤平選薄切 薄切又薄切又好吃 還有一份脆的感覺 看大家煮完什麼 嗯 吃完3,400那個 我吃回2,700 就覺得它很韌 不過我覺得3,400吃下去的味道 是有一種肥膩的味道 2,700那個就牛肉味比較重 我們剛才本身山場所有院 打算吃一間拉麵 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去到它已經收了東西了 山場所有院最終都是吃飯 好 途經到這間吃燒雞串燒的 這間車仔好像很吸引 我們打算買回去吃 買了720日圓 比我們吃剛才的重屋的飯 Kiss 看起來很吸引 好像在炸彈裡 這麼吸引 來看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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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也是染目的建築 很有趣 有這個山營縣很特產的戶主 Jawson 我們一早已經查出 來到我們第一個景點 就是位於山營縣的山寺 一般山寺都是兩個季節 一是就是紅葉 一是就是冬天來看雪 都是很出名 現在來到登山口 其實由山寺車站 去到我們這個登山口 都不會走很久 不過去到這個位置 才是起點 前面還有一條長的樓梯 在等我們 這條樓梯一共有108級 聽說走完這108級之後 就可以消除108個煩惱了 這件事其實是源自於佛教的思想 人的一生是有36個煩惱 包括前世、今生和後世 所以我們一共要背負108個煩惱 就是因為這樣而來的 在海拆王裡面 鑊樓不是有一個招式 都是因為這樣而來的 你知道是哪一招嗎 36煩惱 對 就是一刀樓是36煩惱 二刀樓是72煩惱 三刀樓是108度煩惱 你知道是因為這樣而來嗎 知道了 他有講 聽說我自己大識 上來日之神社 轉向左邊就是這個念佛堂 再沿路就會見到這個鐘樓 這個是根本鐘樓 是日本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資產 剛才爬上來日之神社的108級樓梯 接著上來就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行程 傳說這個山門是廉仓時代起的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 它已經有七八年歷史了 在這裡再上去就是五大堂澳資院的登山入口 前面是要付300日圓的參拜費 上面是有很多寺廟可以去的 來山治的最大目的其實都是為了要登上五大堂 是一個很廣闊的觀景台 如果你體力是充沛的話 去完五大堂之後就繼續可以上去澳資院 但我們今天會視乎時間 量力而為的 叫做老堂 是一個很有歷史的房子 供奉著一個奪姨婆的石像 那參拜者呢 可以將你的舊衣脫下來 放在這個神社裡面 供奉給奪姨婆 再換上一件新衣 意味著你就可以上一件新衣 繼續向你的淨土方向走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是掛著很多的舊衣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270段 還有730段就會到達澳資院 這個岩石大概是有一丈六尺高 大概有4.8米高 所以它也有個名字叫做 叫做 就是寓意見過他的人 或者是參拜他的人 都有幸福 這個是人王門 好漂亮啊 五大堂是山寺唯有一個觀景台 可以一覽整個山寺的地形 山峰 河流 所以如果來到山寺的人 我很建議一定至少都要來到這個五大堂 才叫做有來過 這裡真的好像百寸香 就是少了那些屋子 東天的時候來要特別小心 沿路也有很多雪 現在都很滑 在五大堂再過來右邊 就來到這個澳資院了 其實也不是相距很遠 走多幾步樓梯就到了 旁邊應該原先是參拜的位置 都用風板封住了 因為這裡太大雪 剛才我們已經走完山寺 去完五大堂 澳資院也去了 這個是山寺很出名的那個 舉躍啊 是好像 我釘一樣的應該 但是我釘是個風格 很難的 而且我釘是大雪 聽到一個風格 通常在這兒 整個風格 有些風格 他在剛剛的時候 大雪 會有些風格 有些風格 你有風格嗎 ? 有些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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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Nerojita Shen